中国女排取得两连胜 首次以主力身份参加奥运会资格赛的王媛媛 表现得成熟而稳健 她正在努力成为全队需要的一把快刀 昨晚与墨西哥队这场比赛 中国女排主动进攻获得的第一分 就是由王媛媛快攻得到 她的扣球动作又快又果断 菜岛也是一直告诉我们复工 我们复工其实是整个战术的排头 我兵是一个尖刀连 所以我们要先冲在第一线 先要把对方的狼王阵势给撕开 所以我作为复工来讲 我还是每一下进攻都是果断 中国女排战术打法讲究快速多变 其中复工就像尖刀一样 有着不可或缺的战术地位 比赛中王媛媛与二船凋零雨配合默契 只要一船到位 她就迅速启动做好进攻准备 无论在三号位还是二号位 都能快刀斩乱马一样 下手得分 昨晚对墨西哥 王媛媛奉献七分 她和袁新月两位复工 合力凯下二十分 前一场对乌克兰 王媛媛奉献十二分 袁新月拿到十一分 中国女排的首发复工 两场比赛都有精彩表现 因为我们的一船会比昨天好很多 所以我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能够进攻吧 然后我觉得在进攻上还是可以做得更好 然后有一些战术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发挥的更好一些 比赛结束后 王媛媛在后场认真地坐着拉伸放松肌肉 所有队员中她最后一个座完离开 今年二十六岁的王媛媛是首次以主力身份参加奥运会资格赛 两年剩的成绩固然可喜 但是还有更大的考验在后面 必须时刻做好准备 上一个周期的话 我也是跟队参加 但是那个时候更多是在场下去看 所以这次能有机会在场上去体验这个气氛 我觉得还是对于我来讲是有压力 但是我觉得也是尽快需要把这些压力转化成动力吧 我觉得前面的比赛就是我们还是以打自己的战术为主 包括去整个适应比赛的节奏 然后我觉得进入到奥运资格赛的 所有的队伍都是有自己的特点 然后有一定的实力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待任何一支队伍都是一样的重视 然后我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这几场的比赛能够越打越好吧